Hello大家好我是Sindy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Sindy Time 今天这一集就是关于二季度的彩妆的爱用品 二季度的彩妆爱用品 它其中包含的有一些产品 是我去年就已经有买 那在上一个季度里面就用了比较多 成为我上一个季度的爱用品 还有一些产品呢 是我最近刚刚购得的 用下来以后呢也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我就把它们今天放在一起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会按照我上彩妆的过程 来一一和大家介绍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个产品就是 Shara Tublet Hollywood Flawless Filter 这个产品上市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它当时上市的时候 有很多人对它这个产品 它到底是什么用途 提出了一些意义 这个产品它到底是妆前 粉底 highlighter 还是什么 这个产品它到底要怎么用 它不是一个只有一个用途的产品 粉底是肯定是不行的 它不能作为单独的粉底的使用 我自己的用法主要就是分为两种 第一个就是把它和我比较雾面的粉底 把它揉在一起 然后作为一个基础的底妆 那这样上出来的底妆 不仅会让我雾面哑光的一种粉底 很服贴很服贴 呈现出来的皮肤 不是那种纯雅光的雾面的底妆 而是有一点微微的 就是好像皮肤自己透出来的 一种光泽感的底妆 我蛮喜欢这样的一种 微弱光泽的底妆 而不是那种特别的光亮的 那第二个用途呢 就是作为上完底妆以后 在上定妆之前 我会把它在局部地区进行一个提亮 我选的色号呢是二号色 我觉得和我的底妆搭配 和我的肤色搭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在粉底类的产品里面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有两个产品 一个是以比较液体类的 或者是有流动性的粉底液为代表 另外一个呢就是powder foundation粉饼 这两个产品是上一个季度里面 还有最近用的比较频繁的 那我们先来说MAC的这个粉底液 它官方是说gel based 薄薄的那种cream的质地 容易推开 它的遮盖力度是从中等到偏高的 这个是有遮盖的 这个是没有遮盖的 可以反复的叠加 而不会显得这个妆很厚重 它出来的整个一个妆感是皮肤有较像断面的 还有SPF15的防晒吸数 第二个产品就是makeup forever他们家的这个粉饼 这个粉饼在有一期的视频里面 可能没有和大家说的更为彻底一些 我从最清透的到最覆盖力的来说 第一个最清透的用法 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粉刷来沾取以后 进行全脸的覆盖 那这样出来的妆效的话 它是既有遮盖力度 但是这个遮盖力度呢是比较微弱的 第二个用法如果你想把它的遮盖力 更提升一个级别的话 就用它这个白白的这一面来上这个粉饼 那它出来的遮盖力度就是中等的 如果你觉得在上完底妆以后 有一些的瑕疵的地方 需要额外的再遮盖的话呢 可以用它这个黑色的一面 来沾取粉饼来进行覆盖 用这种三种的上妆的方法 不会让这个底妆看上去很厚 再上底妆上面 给自己留到更多的一些余地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追求一个高遮瑕 用一面上上去以后 我自己的感受是会让这个妆感 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厚 而且呢自己是没有退路 如果我要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再加强的话 那那个地方就感觉会有一种结块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比较建议使用这个粉饼 用三种方法上会比较合理 可以呈现一个最好的一个妆效 这一产品也是我平时上班外出差旅游的时候 带着身边进行补妆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单品 接下来就是眼部的遮瑕 眼部遮瑕的话我喜欢用的是 Tarte Shape Contour Concealer 这个产品也不是我只在上一个季度里面进行使用 其实是我一直蛮喜欢用的一个眼部的遮瑕的产品 觉得使用起来非常的得心应手 它是那种非常creamy的质地 非常容易眼展开 推匀 不需要很多 通常我使用的时候就是在眼下点两下 会用小的海绵带要不就是遮瑕的刷具来把它轻轻的推开 它不会出现那种卡门 或者说是带装了六七个小时以后 这边就出现了斑驳 这些现象全部都没有 所以它也是一个满持久的眼部的遮瑕的产品 我选的色号是22N Light Neutral 如果说你的黑眼圈的问题不是那么那么的严重的话 那这样一管就完全已经足够了 它不仅可以遮盖到黑眼圈 然后可以均匀这个肤色而且有一点一点的提亮的作用 然后就是去到了眉毛产品 有一个小伙伴问我是不是可以出一个眉毛的教程 其实我眉毛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我有秀过这个眉毛 但是那个眉型呢我现在来看看呢就觉得不是特别的喜欢 但是那个颜色呢它还在上面 所以我在画眉毛的时候其实用的功力不是那种就是说完全在没有眉毛的基础上 凭空画出来一个而是我在有色泽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一个眉型的修正 所以也不算是画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比较喜欢用的两个眉毛产品近期的话一个是Urban Decay的这个叫Braw Blade 这个画眉毛的它一共是有两头一头的话呢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细的眉笔的一头 另外一头就是可以那种画出毛流感一丝一丝的软的笔头 其实它这个产品如果还能配一个刷子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通常这个产品呢进行除了眉头以外后面的整个一个描绘就是完全靠着一支笔 眉头的部分如果要画出野生眉或者是眉头的眉毛要让它竖起来比较挺拔的话 我就会用到Benefit Brow Setter 这个产品要给它大大的赞非常的好用 它打开以后就是这样的这种毛刷 它有那种短毛的一头也有比较长毛的一头 我觉得也不用很复杂我用起来就是梳理这个眉头的眉毛 它其实是一个胶水那个胶水的作用啊就让它一根一根可以挺立起来 现在在修眉毛的时候能保留自己眉头的眉毛不要去修掉很多 其实可以用这种眉胶来定型更符合现代的这种化眉的一种趋势吧 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好用这两个非常好的搭配 修容的话就是Fenty Beauty的这个新年近期出的修容饼 我选的颜色是Inda Sun这个颜色也是它相对比较浅的一个色号 我也有听说是说用这个颜色如果作为鼻影的修饰的话 会可能颜色有一点棕 而我自己觉得还好没有出现的那种就是不协调的色彩出现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看个人的肤色的情况 我一般就是用它作为脸部侧面的修容啊鼻影我也一样会用到它 而且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包装 非常的摩登啊也非常的时尚超级推荐 接下来就是腮红的部分 这一块腮红是在我之前做腮红合集里面没有和大家分享到的 因为就是我在做这个腮红合集以后才发掘的一个非常非常又平价又好用的一个腮红 就是来自于Sephora的Cannot Stop Smiling三号色的这一个腮红 它不是偏粉的那种蜜桃橘的颜色 非常的自然 我觉得你什么年龄段都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蜜桃色 而且当你使用的时候你不会担心沾取了很多这个腮红以后 上在那个脸上就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色块在那里 不用去担心都不会出现那种比较尴尬的情况 可以反复的叠加直到你觉得这个颜色是你想要的 基本上就是你上上去什么颜色以后七八个小时的话 那个颜色还是在那里 颜色又好粉质又是那种超级细腻的 觉得这块没有任何的毛病 这种简易的包装薄薄的一个你出门啊旅行或者是出差啊 这么小的一个也不会占什么地方 绝对好用的也值得去尝试的一个产品 接下来就是高光的部分 我之前在做我的高光合集里面没有把它加入 因为它是一个限量版 后来我才上网再去看的时候发觉 它仍旧说自己是限量版 但是仍旧还是能够买得到的 这个是Chanel家的狮子头的高光 用了很多次以后它这个狮子已经有一点磨平了 就是一个浮雕的一个狮子的样子 它出来的那种颜色 大家看到真的是超美 超贴近自己肤色 那种很高级的光泽 它是那种有底色 然后珠光的颜色也跟它是协调的那种光亮感 非常的柔美很细腻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光泽 当时在做高光合集的时候 我们又把它拿出来分享 我以为这个产品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我把它再拿出来说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理 后来我再一上网一查 在Chanel的官网上仍旧能买得到 它在里面配的这个刷子 它是下面有弧度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应该在产品设计方面是蛮独到的 证明看它这种特别扁平的 你在这么刷的时候 贴合脸的时候特别的合理 如果你要刷鼻子中间的这块地方的话 也是因为它的毛这边比较窄 也可以这么去刷也非常的合理 如果刷额头的这一块地方 它的一大片的这个区域完全就是贴合这边 你可以以C字形的这么来刷 单价比较贵 好像我记得是70美金这一颗 如果你想收藏一个高光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收藏的一个高光 最头疼的呢就是选择眼影产品 因为眼影是有单色的 有大盘有小盘 从生活上来说 它既能满足到我日常的生活的需要以外 同时我携带也比较方便 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两个产品 它不是一个新的产品 但是我自己在用下来以后 我发觉我在日常的生活中 确实用它们的次数是最最多的 就是来自于NARS这两盘 这个是妈妈盘 这个是小孩版 这两盘呢都是来自于NARS家的Wanded Eyeshadow Palette 大盘是用12色的 小盘是在它的大盘基础上精简出有6个颜色 除了满足一个大地色系的眼影的需求之外 它里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两个色 一个呢是那种偏绿色的 一个是偏玫瑰金色的 就是它出来的珠光是非常的明显 也非常的细腻 也很持久 一般出门的时候是什么样 回来也不会掉 装到全部糊到了一起 或者说哪一块地方就是已经不翼而飞了 不会这么的离谱 为什么我会同时买了这样它的大盘 还有又去买了它这一个小盘 就是因为这大盘呢毕竟它还是有一点重量 有时候出差的话 不可能让我们眼妆非常的妖艳过火的那种颜色 所以周人的话用这种大地色系的眼影也比较多 我知道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地色系的眼影都非常的棒 但是我自己用的出差的话 最多的就是这一个小的盘子 这个小盘呢唯一的一个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足 大盘的这个颜色在小盘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我可以用眼线一笔 所以这都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对我而言 关键就是它非常的小巧 我的手掌是很小的 又小巧又轻便 而且可以满足我日常的大地色 还有呢可以打造出红棕色 这一个就能打造出两个颜色 在众多的眼影盘里面和大家介绍的话 我觉得这两盘是蛮容易上手 也很容易做到眼妆你随便涂一涂 就会非常的自然好看的这样的两个眼影盘 眼线方面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Multo Liner 就是那种深咖啡色 这个我用了蛮久了 现在出水量已经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又后来网上下单了 买了它另外两个新的包装 你看就是它的以前的那种包装 这个等于是一个新的包装 它画出来的颜色不是那种绿的 是一个是浅咖啡色 一个是那种灰色的色调 我把它画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老板的那个颜色 就感觉比较深 它非常的丝滑 每一次你每一笔勾勒的时候 它不会一大堆的那种眼线液 就是渗出来了 让你觉得突然之间 这一块地方就一大坨的颜色上去 它不会 就是每一笔的出水量是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容易就是上色 素肝的程度也是非常的快 而且我有时候会把它上在内眼线 靠近睫毛根部下面 往这个眼皮里边一点 也不会让整个妆容晕开 我一般用内眼线的比不是特别的多 这一支的话就可以把内眼线啊 还有腕眼线就可以完成 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这种产品应该是会 以后也会无限的去回购下去 它好像这个新版还出来了很多 就是那种宝蓝色呀 或者是红棕色 还有紫色什么的 我也想去尝试买来使用看看 再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口红的产品 我觉得是什么都想和大家说 什么都觉得一说 就会让这个视频变得老长老长的 又觉得不能这么去做 所以我千挑万选千挑万选 最后是把这几支想和大家分享 有六支来自于Chanel家的Push Coco Flash 这六支都会试色给大家看 另外的两个呢 一个是3CE加的这一个Velvet Lip Tint 它有很多的颜色都非常的火 但是呢我就自己挑出了这一个颜色和大家说 它的颜色色号叫Going Right 我也等一下会试色给到大家看 最后一个就是Chanel Tubely Hot Lips Lipstick No.2 拿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Karina Star 也就是刘嘉玲色 也就是我今天嘴上擦的颜色 这个颜色单擦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我因为今天拍视频 所以我在它的基础上叠加了Pamagraph的Temptation 它们两个颜色匹配在一起 就是可以创造这样的颜色 它们两个配在一起就是非常的搭 来试色这八个口红 那大家看到的第一个颜色是66号色 它是有一点橘调和珊瑚调之间的那种颜色 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上唇以后大家看到的这个颜色 是我已经涂了两层以后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颜色大家看到的是60号色 60号色是有明显的橘调的色泽在里面的 然后大家看到的我这个是上了两层的 一样也是上了两层以后的颜色 我觉得橘色色调的口红搭配我们亚洲人 经常喜欢用的大地色系的眼影 橘调感的眼影 画一些金色的闪片比较多的一些眼影 也都能够非常的搭 第三个颜色是91号色 它就是明显的有一点开始往粉色基调走了 然后在粉色的基调上它还有一点点的梅子色 但是非常浅那个梅子色 那大家看到的现在我上在嘴上的这个91号色 是上了一层以后的感觉 第四个颜色就是92号色 它在91号色的基础上更深的一个颜色 当然它也是偏粉 然后偏梅子调方向走了 大家看到我上锤以后的颜色 这个是涂了一层半吧 就是有一些边边角角 我可能会多涂一点的以后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适合办公室里面的 作证这一个部门的领导的那种颜色 然后第五个颜色就是70号色 它在红调的基础上更添加了一点中调的感觉 里面会闪着一些非常微弱的金色的颗粒 色彩的呈现度更丰富一些 这个颜色上唇以后和它的本身的膏体都非常的吻合 我觉得这个颜色对肤色不会很挑 如果白皮啊黄皮啊就是无论黄到多少一个级别 我觉得都是可以用这个70号完全不挑皮肤 然后和我今天的眼妆都非常非常的搭 最后一个就是106号 106号色和70号色有非常大的一个接近度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106号会更深一点 它往中调的会更深一点 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106号色 是我涂了一层以后的效果 大家看到我今天所试的Chanel的这六支口红 其实都和我今天用Nars Wanted Eyeshadow Palette画出来的眼影都非常非常的搭配 现在我给大家试的是3CE的Velvet Lip Tint 四种哑光的质地 它所呈现来的颜色有一点土橘色 土色和橘色之间balance的非常的好 大家所现在看到的我呈现出来的唇色是已经是上过两层的 我一年四季都会去使用这个颜色 尤其的适合哪一个季节我会说它可能初秋的时候 会更印记一些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Karina Star刘佳玲色 这个颜色和我前面所试的7个颜色都完全的不一样 它是有明显的很确定的珊瑚色的颜色在上面 虽然是雾面质地 但是它上嘴以后一点都不会让你的嘴唇觉得干卡门那种情况都不太有 好了那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全部的内容 我二季度的彩妆的爱用品 相对我感觉是比较生活化一些的 就是我们日常中真的都是会使用到的一些 而不是视频中所呈现的有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颜色 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一定会用得到 我觉得还是要比较生活化一些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都可以在日常中能使用到的一些产品 来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给我的视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